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月30日晚 2016王菲换乐演唱演唱会上海开唱 王菲全程只唱不说 唱老近三十首歌 翻唱了邓丽君 张亚东和斗敬彤的歌曲 彤彤和声与妈妈温馨互动令人感慨 不过也有观众评价开唱几首歌 出现了声线不稳 赵薇 张子怡 陈奕迅 刘嘉玲 马云 李孝璐 刘文 西梦瑶 靖东 马天瑜等到场 王菲的大女 而斗敬彤和小女儿李彦也亲临助阵 12月30日晚上 王菲换乐一场演唱会 在上海梅塞德斯中心举行 除了现场的将近一万人看演唱会之外 竟然还有2100万人 同时在腾讯看了这场演唱会的直播 王菲演唱会早音 据浙江在线前江晚报报道 昨天 王菲的换乐一场演唱会在上海开场 很多粉丝表示不满 原因竟是货高的票价 和车祸现场的阴准 据前江晚报记者称 最熟悉的匆匆那年 现场走调 气短 网友也是差评一片 据悉 现场的座位也出现了一大块事空的场面 高速上的这些奇葩事 老司机也不淡定了 高速上尿急 无疑是让人十分尴尬的事情 遇上高速大堵车 要解决尿急问题 就只能进行就得解决了 上途这位美女 看来尿尿的时候喜欢笑 为什么开了前门进行遮挡 后门不打开呢 后车车主看了这无限风光 开车容易分心了 据说 张开双臂就有翅膀 风在大点就可以翱翔 赶载在高速路上 这样张开双臂的朋友 只能用以高人胆大来形容 目测这位道友 即将度节 看那双臂张开的姿势 这位道友很是想说啊 王妃开唱二小时 未吐一字 走音抢拍状况 频发昨晚 王妃的换了一场演唱会 在纷纷扰扰中 闪闪来耻 天后高冷依旧 两个小时内未说一个字 有粉色略带失望的称 47岁的天后 略显皮态 偶尔走音 高清直播还原了现场细节 却幻灭了记忆中的天籁 黄牛票市场如何 本次演唱会近万个位置 仅公开发售800张票 其他门票多被赠送或去向不明 此前不少报道指出 这是一场有身份的 仍是参加的聚会 不过开演前 部分粉丝仍在做最后一波 17点30分 中华艺术工地铁站 就有黄牛凑上来 1800元门票开价3000元 该价格随后不断涨至3300元 3600元 开演后甚至飙到4000元 7800元最高一档价格 则按看台和那场区别对待 那场价轻松破万 大多等候的歌迷直观望态度 也有憋不住杂重心者 1915后学生专程凑了钱 还是负担不起偶像的门 票 一名从郑州打飞的来看演出的粉丝很愤怒 在网店买了黄牛票 但是到了上海却被放鸽子 显然有买家出了更高的价格 现场究竟值不值 20点30分 李源定时间晚了半小时 王飞以新歌 陈埃世人却并未立即进入状态 三首之后才算开嗓 不过之后有透音 倒嗓 声音也不如以前清亮 在高清视频中 她似乎有些疲倦 看过六年前 现场演唱会的歌迷陈女士表示 岁月 不饶人 王飞的演唱不及从前 在天堡上 不少粉丝认为 确实唱得不怎么好 但舞台效果很棒 当晚 灯光梦幻一醉 天后在两个小时内 已久套造型使人 夸张的米色礼服 帅性的红色裤装 青春的短裙针织衫 都被演绎得有款有型 图说 王飞演唱会现场 图片来源 东方IC这究竟是时装秀 灯光秀还是一场音乐盛宴 散场时 不少被赠票的观众表示 演唱会水准很高 但是价格太离谱 肯定不会花冤枉钱 自掏腰包的粉丝中 也有后悔的 从北京赶来追星的 一名女士提早退场了 歌单不太满意 VR到底怎么样 因为天价门票 暧昧不清的售票渠道 王飞演唱会遭到诟病 王飞方面却坚持 这次是要粉丝看VR和免费直播的 必须承认 直播就好比通过 DVD与VCD回看演唱会 而演唱会是歌手与粉丝 最难得最宝贵的交流机会 现场的沉浸感如何用其他方法替代 在当日的直播界面上 观众不断刷出檀幕 专注度打折在所难免 其次 是巨资的VR全景真的如此酷炫 开启了全新演唱会模式 体验者陈女士表示 首先画质扎布及高清直播版 其次通过全景式呈现 虽可看到后台等脚脚落落 仍偏爱导播有重点的切换 因为演唱会的VR和游戏场景的处理不一样 如何突出歌手和演唱 未来得更动脑筋 心理网报记者 肖倩影 娱乐热点推荐